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牛客网程序员鄙视面试专题讲座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是与字符串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给定一个字符串Stream 请将其中所有为空格的字符替换成 百分号二零这三个字符 那么可以默认Stream后面的空闲的空间 足以容纳替换后的字符串 那么这道题目我们直接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说明它的替换过程 首先假设我的字符串是A空格B空格C 后面就足够的空间容纳我这样的替换过程 那么先变了一遍字符串找到空格的数量 那么在原始字符串中有两个空格 所以原来的串长度为5 在替换之后它长度应该变为9 所以我就从下标为8的位置开始进行这样的拷贝过程 比如说我先遇到了字符C 我就把C拷在了位置8上 然后遇到了空格 我就依次从右向左拷贝02百分号 接下来我遇到了B就拷贝B 遇到空格继续拷贝02百分号 然后遇到A停止 给定一个字符串String 其中只包含左括号和右括号两种字符 请判断整个字符串是否是括号的有效组合 比如左括号右括号右括号 这个字符串最外头的右括号缺少一个左括号与其配对 比如外面的括号里面分别有两个括号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是有效的括号组合 那么这条题的最有解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 它的过程是我在便利的过程中 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左括号和右括号 彼此相差的这样一个值 那么在便利的过程中遇到左括号 我的member就增加 遇到右括号我的member就减少 那么如果出现member小于0的情况 则可以知道便利到目前为止 右括号的数量多于左括号 说明左侧没有足够的左括号与当前的右括号配对 此时我们就直接反过false 如果没有出现member小于0的情况 就继续往右一直便利到最后 如果便利到最后的时刻 member为0 说明所有的左右两个括号都可以彼此配对 如果member不等于0 则说明要么是左括号太多 右括号不够 要么是右括号太多 左括号不够 给定一个字符串string 请求其中最长无重复字符的子串长度 比如ABCD 那么这个字符串呢 每一个字符都不重 所以它的最长无重复字符子串长度为4 那么比如字符串 ABCB 那么我们知道最长的这样一个无重复字符是ABC 所以它长度为3 那么这条题的最优解呢 可以做到时间复杂度为B个W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个WN 那么它的做法呢 实际上是 我从左到右依次求出 以每个位置的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向左最远的那个最长无重复字符子串的长度 如果我求出每一个位置 结尾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长度的话 其中的最大值就是我们整体的字符串的 最长无重复字符子串的长度 那么它的求法呢 实际上我假设现在我要求I位置的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向左最远的最长无重复字符子串的长度 那么实际上我是需要两个变量来进行辅助计算的 那么第一个变量呢 实际上是一个哈希表 在这个哈希表中记录着每一种字符之前出现的位置 还有一个变量呢 是一个整形变量 我们把它定义为Pray 这个Pray的意思是 当我在求I减一位置字符的时候 求得的那个向左最远的无重复字符子串的长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有了这两个变量之后 我们是如何求得 以当前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最长无重复字符的子串 向左最远能够到达的距离的 首先呢 从哈希表中根据当前字符取出值 它意义是当前字符上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么我们知道 当前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求它的无重复字符的子串 向左它也不会到达我 从哈希表里面取出来这个位置 因为再往左一个 相当于就出现了重复的字符了 那么我们就把当前向左最远的位置呢 标记为位置A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变量Pray代表的意义 Pray代表的意义是 以I减一位置的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向左最远到达的距离 我们把它记为这个位置B 那么如果位置B在位置A的右侧的话 那么说明当前的I位置的字符向左 最远也只能到达B这样一个距离 因为再往B一个字符 必然会出现一个重复字符 不然它上一个位置的字符 不会向左扩到当前的B位置 如果这个B位置它处在了A位置的左侧 那么此时我们知道 当前位置的字符向左 一定能够到达我们的A位置 因为上一步球迭的结果得到了 我I减一位置结尾的情况下 无重复的这样一个长度 能够到达B位置 那么此时A位置到当前字符的这一段 它一定都是没有重复的字符的子串 那么也就是说A位置跟B位置 谁更靠右 那么谁就是当前位置的字符结尾的情况下 最长无重复子串 向左能够到达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把这个位置 去更新Pray变量 然后我们在哈希表中 也更新当前字符的位置 那么在后续的计算过程中 Pray变量和哈希表的这样一个变量 还可以支持后续的这样一个辅助计算 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求出 后续每一个位置 它向左最远能够到达的距离 那么我们记录其中的最大值 然后把它最终返回就行了 那我们就能够到达的距离 那么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是一种最终运动的 就能够到达的距离 的距离 那么我们就能够到达的距离